诚实论研究 我们继续来研读诚实论研究 那我是觉得说有几种的这个研究的方式 第一种就是说你可以先读诚实论研究 然后再去扒书这个诚实论这个本论 但根据我学习的这个过程 我是觉得还是先看论 像我是已经这个两届扒书过两次 再回来看他的这个体系上的整理 你就会很清楚 甚至你可以发现就是在体系整理上的过程当中 会有一些这个小小的问题 值得可以跟这个作者 我们来进行一个对话 这样 这是一个方式 那当然我们现在就是直接在阅读 这个诚实论研究也是可以 就是说你先对诚实论有一个这个架构性的研究 我今天来上课的路上就路上 这个人潮就变多了 那因为这个降级的关系 那我今天也稍微在网路上看了一下 这个莫德纳的这个研发的过程 所以他当初在这个研发 这个莫德纳的疫苗的时候 都是被大家嘲笑 因为他这是旧的观念 他的观念就是觉得说 可以藉由人体 人体本身对于某些这个细菌病毒 就有一些抗体 他是藉由这个人体 治愈的这个能力来研发疫苗 那这个观念很很旧了 但是他却这个坚持这样子的观念 然后再研发出这个莫德纳 让大家的眼睛维持一亮 所以很多一样 就是说很多旧有的智慧 旧有的经验 大家可能觉得怎样 现在几十年前开始就想要创新创新 但是很多时候怎样 那个我们觉得很旧的东西 其实他并没有被做到很精致 或是很全面 像莫德纳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例子 像有一个律师他后来转行当这个作家 他小时候很穷 家里住在那个山顶部 他们叫做导狐厨 那个地方 那爸爸妈妈就是靠这个卖臭豆腐这样 他家的时候他这个感觉起来还蛮会念书的 他一开始他在念三崇高中 三崇高中也不是一个升学率很高的学校 所以他那时候呢 念的时候他就跟同学说 我要考台大法律系 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人的心态很奇怪 当他发出这样子的这个怨的时候 大家都很用力的嘲笑他 所以我们要很用力的怎样 要去赞叹别人 支持别人 这样就是菩萨型 所以他就很用力的被嘲笑 不只同学 可能老师也是私底下觉得不太可能 然后那他呢 从小呢因为家里很穷嘛刚刚讲了 他的图书馆就是他都去书店 他去书店永远都看 永远都看这个 我们都什么心理励志 心理方面啊 励志方面 他永远都去找一柜叫做这个 伟人传 我的人其实很需要一个生命的典范 为什么佛法里面讲说 得善之事则为权利 就是因为生命的典范 非常的重要 所以他就在这个伟人传的 这个内容的书中去找到自己很多生命的典范 他总共归纳起来就是说 人要成功 他说成功的人就有两个要素 第一个很穷 第二个很努力 然后他个子 他自己内心就觉得非常高兴 因为他已经符合第一个要件 就是很穷 所以他已经在往成为伟人的路上 不是成功的人的路上 所以他真的非常的努力 那后来真的就给他考到这个台大法律系 他分享的故事很值得大家可以去看 叫激励人心 修行也是需要这样 叫弃而不舍 弃而不舍 所以刚刚讲这个例子是说 他透过这个阅读伟人传 给自己一个内心一个方向指引 别人在遇到困境的时候 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那一样他是读伟人传 那我们其实看一些企业的经营 也是企业也是一个典范 生命的典范 他就是聚集这个很多人 一个也从这个各个企业来看 每个企业也是一个个体 那怎么经营企业也是一个 我们值得参考的地方 我记得我以前念大学的时候 我们这个大四的时候要念一本 我们那时候那个叫什么专案研究 就是每一组要上台报告 我们读那个基业长青 长青 结果隔了这个不到十年 那本书基本上还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但是他所谓的长青的这个企业 很多已经这个变黄了 就是已经不在了 很多的企业 他里面列了100个企业 所以这是因缘无常的一个显现 那所以像莫德纳 他们算是一个新创的公司 新创的公司当然有很大的风险 那像这个百年辉瑞的这个药厂 研发出来疫苗的这个防疫力也不及他嘛 辉瑞好像听说是90%嘛 那莫德纳是94%那当然跟他的这个企业经营的方式 理念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其实企业经营理念跟佛法讲得很像 佛法重视在什么 因我们讲说菩萨 为因众生为果对不对 那那个因就刚刚讲的莫德纳就是说他们 比较强调的是不要是病体上的照护 也就是说不要照护而是什么 而是预防 就是他们企业的主要的这个研发的重点在于 prevention 而不是care care就是你这个已经这个得病 比方说确诊之后要怎么样治疗的这个药物上的这个研发 一般的这个药厂你去看其实药厂 大药厂就那几间 为什么因为他们研发一个药物通常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研发花了很多时间跟精力在上面 所以他这个专利一过那当然价钱就会差很多 现在全世界在做这个没有专利的药最大的国家就是印度 就是一旦他的专利全过之后 他就必须要公开他的这个秘方 就是你制造这个药品有哪些的这个内容在里面 成分在里面他都不需要公开 等于变成公共财 不再是这一家公司特有的这个专利 所以很多这个药厂他们在研发药物的过程 怎么办呢 就是把其中一个药物的成分稍微改一下 然后再去申请专利 所以这样子心感觉好像新品上市 但是他就是一个成分改了 那个价格就可以这个维持在比较高的价位 所以这个是这个药厂他们的这个商业模式 那莫德纳他就觉得说他比较重视的是预防 预防医学 所以他百分之他的公司百分之五十是用来研发 像这个疫苗这些 那百分之五十是非疫苗 我刚刚讲care 所以一半一半 那所以他的这个 这个整个组织架构非常的有弹性 就是他会因应这个时节 本来把所有的人力心力放在一个这个专案研究上面 但是因为比方向疫情起来 他们那个就很有弹性 所有这个专案就暂停 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研发这个新冠的疫苗 新冠病毒的疫苗上面 他也很有 因为他本身这个莫德纳的老板他是这个 好像是哪里啊 黎巴嫩啊 他移民到加拿大 后来才去念麻省理工学院 然后他发现到这个美国 很多的移民对于这个防疫 还有这个生物 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他的公司用了很多的都是移民 移民的这个研究者 所以你看一个公司要成功 要非常多的这个因缘 来成就 来成就他 所以他其实算是一个走在很前 因为没有人要引发疫苗 为什么因为疫苗 你要像现在这个 真的疫情爆发的时候 他才会有赚投 公司才有这个利润 那他他本身就非常有远见 我们讲说这个胃因在阴上下功夫 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药厂 有投资他 然后投资他 不然这个这么大的这个研究的计划 以他一家新创公司的这个资本 绝对是比较困难一些 好所以从这个莫德纳 我们也可以接近到我们这个 这个人生上面 我们就是在因上面 这个多着力 那很多事情要多一点弹性 因为我们在世间嘛 需要一些这个方便制 所以世间法 世间事 就是要用那个 就是要用世间的这个智慧 来去这个对峙他 好 所以多一些弹性 是好的 好那 其实空也是一种这个弹性的展现 因为你空就是无止碍性 无止碍 空就是没有止碍性 那他的弹性 空间就非常大 那你一旦有止碍性之后 怎样 你能够这个活动 你思想范畴 就会变着非常的狭隘 所以 空 你可以把它解释成 这个一种 这个弹性 灵活利用方便会的一个解释 空 我们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体 那这个方便会就是他的用 方便会就是他的用 所以你任何的这个 方便的智慧的这个显现 就是要以空为这个依据 那这个空就是 不是嘴巴讲的空 而是要去提振 要去提振的空 那你提振之后的 的这个应用起来的 频率 所谓的频率就是说 你如果没有提振空的话 你在对劲的时候 就会很不稳定 大部分就是你不会用空置来处理 你还是用你的情绪跟 这个习性在处理事情 所以这个佛法上来讲 体振非常的重要 那当然 空不是只是一个 单纯的概念 它是 可以靠大家 积极的去 体振的一个内容 所以我们礼拜一的时候说到这个空的分析 大家如果有这个档案 先到72页 我们稍微的做一个回顾 礼拜一的时候我们提到说 这个昆乐论它是属于这个 亦有亦空 亦有亦空 那这个三任寻仪的作者就认为说 诚实比堂各举空有互相排斥 那个语言文字上是这样子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背景 那他认为这样是 障道真见 皆失佛指 那当然这个是作者他个人的看法 那如果你依照佛经上佛陀讲的是怎样 他们基本上这20部都怎样 都有成就阿罗汉的果位 皆不失这个佛意 所以其实经典里面有讲 经典里面最经典的例子就是 佛陀有次讲经说法的时候 讲完之后他就入定 那现场很多的弟子是这个阿罗汉 然后他在佛陀入定的时候 大家都彼此讨论说 刚刚佛陀讲的那个东西是内容是什么 那大家的这个各自的诠释都不太一样 那大家讨论了一番之后呢 就没有一个共识 所以就等到这个佛陀出定之后 再请问他说 佛陀您这个入定之前讲的那个概念 那我的想法是什么 他的想法是什么 哪一个是对的 那讲错有没有 有没有罪的问题 这是大家最关心的 因为讲说你棒法或是写解佛语 是很严重的过患嘛 对不对 那佛陀就讲说 基本上大家的出发心都是为了什么 弘扬佛法 所以怎样 有福无罪啊 有福无罪 所以佛法就究竟上来讲 还是看你的出发心 所以在圣诗评论里面 他特地立了一品叫做顾不顾评 顾不顾评啊 就是你是条纲的 故意的 还是这个无心 那个在罪幅上面就有很大的这个差异 所以一切都是以我们的心为主要的衡量 那你的心当然你自己知道啊 别人不知道 别人不知道 好 除非他有他心通 但是一般有他心通的 这个行者 他经过一些事情之后 他会发现很多事情就是不要点破 因为被点破的人他的反应是什么 你无法预估 那这样是真的为他好吗 所以要是一个这个最圆满 最利益众神的方式 来应用你的神通 所以之前有一个南传的尊者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有他心通 那他就直接点破对方 那对方就是 就是好说台语好说建设当上去 这样 结果他就离开那个修行的地方 那这个行者他就内心就自省 人自省非常重要 大部分的死不认错就比较 就比较麻烦 死不认错的话 到最后因果还是会让你 这个去面对 所以他就自我省思说 他以后不要就是直接 直接跟就是戳破对方 所以人可以很有能力 但是尽量就是 就算知道 也不要这个戳破对方的方式 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比较委婉的方法 或者是各自有各自的这个方便 会的处理的方式 好 所以在空的这个分析中 分区分大圣跟小圣的不同 这个是在我们在语言文字上面去 发现这个大圣与小圣的不同 那么以三论的空为大圣 诚实的空为小圣 他们是这样子区分 但我必须要说 他语言文字上面写出来空 你要把它 一定要把它是归纳在大圣小圣 那个是个人的选择 然后但是 这个论主 他自己本身实证到哪一个层次 是只有他自己知道 不是说你把它归在小圣 然后这本书的这个论主的正量 就是这样 那我只能说就是大家站在凡夫的立场 不宜 不宜做这样子的一个区分 那讲究竟一点 你讲这个大圣小圣的经都是佛说的嘛 所以我们凡夫也没有立场去 这个去区分 这个经是大圣 这个经是小圣 所以经典或者论是 产生出来是让我们去学习 让我们去学习 然后让我们去实践 让我们去互相成就 而不是让我们只拿来批判 拿来批判 拿来批判就变细论 只是细论 好 所以他这边有提到说 如果你这样的话 那其他大圣经典像 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 这些经典里面所说的空 他是大圣阿 但是他的这个空 又跟这个三论说的空又不一样 那么大圣这个余谐经论的空 又跟三论又不一样 所以这个作者就认为说 你只将诚实贬为小圣 是不太恰当的 也就是说他是想说 你就站在同样一个 同样一个基准来看 像净土的空 这个余谐的空 陈诗论的空 三论中的空 基本上他们所阐述切入的面向都不太一样 就同一个水平面去稍微理解一下 每一个空他们阐述切入的要点是什么 而不是去把它分高低 那你把它分大圣小圣就是分高低嘛 就要这样编为 所以仅从单一面向来思考 那以判教的方式来决定一本论书是属于大圣跟小圣 这种论义在学问上可以说没有这个多大的意义 那学问上当然是指你不如去阐述 或者去架构 这个不同的论 或者是不同的宗派 它的空的思想是什么 在学问上是比较有意义的 就整体佛学来讲 以及就我们个人的修学来讲 都是比较有意义的 而不是你比较简化的去分 所以重要的是你要恰当的正式个论的特征 梁朝三大法师 这三位 这个上礼拜 这礼拜一我们稍微提过 我们再稍微带一下 陈诗论说要灭三星 是有生意的 比方说他在性节位 礼拜一的时候提过 他这里把这个修行的阶位 跟灭三星做了一个对照 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因为毕竟这个在整部论里面 他的这个对照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 这个陈诗论研究 这样子的一个架构书 把它做一个整理 是有参考价值的 那么他的性节位的时候 以这个文思至灭假明星 那在这个四加行的时候 他以空至灭法星 那么在灭定跟无余灭盘位的时候 灭掉的是空星 我们讲说陈诗论讲三星 叫做假明星 法星空星 那他灭这三星的阶位 分别是在性节位 四加行位 以及怎样灭定定 以及无余灭盘位的时候 去灭掉的 那这个灭法 灭空的想法 在这个不派是不可能说的 因为不派我们一般讲到 你读印度佛教时 不派佛教他到最后 他就被等同是有部 说一些有部 讲不派 其实就在讲说一些有部 因为他是这个最大 中主流的这个不派的思想 那他是讲说一切法体时有 是吧 他讲时有 所以他这边讲说 你在不派佛教里面讲说灭法 法体时有你怎么灭呢 然后灭空 他是想有了 怎么还可以灭空呢 对不对 有都没有办法灭 怎么灭空呢 所以他讲说在不派是不可能说的 那么只有在大圣才有可能 这个也可以看作是这个 三大法师之义啦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这个解读 认为在不派不可能 那么加强判诚实为小生意 这个理由是相对于 波尔是毕竟空诚实是这个西色空 所以他认为我们非知道诚实的正义不可 诚实说要灭三星 正义在于这个解破假明 不能因解破假明 而将诚实看作低层次的 这个论书 有时候人是很可爱 就是 在理上我们很容易讲说解破假明 毕竟很多人可能学佛学了很久 假明法 假明心 这些都已经学了 这个恩年恩变 但是 在实践上是不是能够假明 又是解破假明又是一回事 古代的论师其实他们很重视就是实践 就是要说到做到 那你真的解破假明的时候呢 你的心就不容易起心动念 那当然解破假明的时候 你就不会持取这个外在的假明有 事实有 那你不会有一些很多的这个情绪的波动 所以不要太小看解破假明了 因为你一旦解破假明之后 你烦恼就会非常淡薄 所以 这个不要因为 这个概念上你觉得很容易 就这个轻视小看 那这当然这个不是我们学佛的 主要的目标 就是不要太多我慢 我们尽量以比较 这个谦虚的心态来做学习 是好的 那么五一那构成人 那色相位数构成品 那么想于这苦地极地 然此不外许是性解成事的事情 你看这不只是性解成事 好 那么 基本上这三个成事要互相回复 要互相回复 你以为你已经超越了性解成事 到了这个世家型的成事 但是你这个 如果世家型的成事 再回复到这个性解成事的时候 跟你一开始进入性解成事 这样的生前 又不太一样 好 那么你详于法性空性乃是地上之事 好 那好 我们往下看 笔坛他重视法有体性来说 一切诸法 但般若主张体相皆空 真实是综合这空跟有 好 那我们礼拜一是讲到这个一切 讲这个一切 那余景博秀博士他在这个收入的一本这个论文里面提到时空 那陈时论里面他有一品叫一切原品在191品里面有提到 提到什么呢 提到就时空的内容 就是这时空 七十四页 这时空 那作者认为呢 这个余景博秀博士可能没有想查到这个菩萨论里面有这时空 所以他就认为说 因为菩萨论在前嘛 所以他认为这陈时论的这时空是承袭的菩萨论的名称 那么可以推定陈时论是研究了菩萨论之后参考了中观派的空 以及灭的思想 那提出了自身独特的空思想 这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我之前讲过 你任何的学术研究不可能凭空产生 一定有什么 一定有所义啊 有所本啊 那个有所义有所本 可能来自于第一手资料 第一手资料就是经啊 论啊 第二手资料就是怎样 前人的什么的论文 所以我也常常讲说 你可能有时候觉得哇太厉害了 为什么可以想出这样的问题 想出这样的这个研究方向 但是你一旦这个仔细的去做这个文艺线研究的这个爬术之后 你会发现啊原来怎样 好像都有人都写过了 相关的议题大家都写过了这样子 所以没有那个凭空产生的 就是这个会有所义有所本 然后好 那菩萨论对于撒迦也见呢 也就是执着有真实的我而起的我 我所见 叫做撒迦也见 他里面说呢 这十种空呢 这个 菩萨论说这十种空所对质 在于破斥直我之情的十见面 与诚实论灭地聚 说灭三星有着相同的这个义去 因为最后都还是要怎样 这个破撒迦也见 破得撒迦也见 那么暂且不管十见面 那么这个你就知道说 以前的这个 这个在印度的论师 基本上都是很强调要实践 强调实践 所以我之前也常说 就算是像英明的这些这个论师 英明一般来讲是逻辑 他们很多的论师 基本上都还是要这个 这个入定之后出来 才写成这个著作 所以他们只是 这弘扬佛法的方式不同 但是这个 都是有所依有所本 这个有所依来自于什么 可能是来自于这个佛陀的教说 以及根据这个教说所作的实践 才有办法写出这么这个精致的这个论的内容 包含像陈纳就是这样 你如果去看他的这个作者的传 你就会发现这个陈纳 他虽然是英明的大家 他只讲两量 一般都讲三量 五量 他只讲 我说两量就好了 限量跟比量就够了 他是很豪气的一个这个论师 立了这个两量 所以他就说新英明家就是这样 他只立两量 两量就够了 好 所以这个 他说那不管实践面是什么 你去思考说原一切法为空是否正确 即是这个本论 那么在一切原品里面表现成是独特的空思想 这是什么叫做一切法呢 什么叫一切法 这成诗论的强项 他很擅长的把这个 这个一个概念 把他解析 切割解析 所以他之前上面那作者讲 他就是析空 把他分析到最后 就是阐明这个空的思想 那就问曰了 那佛智说一切法无我 故知有为无为 那么此智呢 皆远 他其实没有讲到前面到底是讲什么智 那当然这边可以讲说 这个一切法无我 当然就是无我的智慧 一切法无我 那这样的无我智呢 皆远就是 有为无为皆远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边问的人就是说 那这样一切法指的是有为无为啊 非但远无寿因 所以问的人觉得这个 不是只有这个 无我智不是只有远无寿因 因为刚刚前面讲他破什么 破杀在野间嘛 破杀在野间就是什么 远这无寿因嘛 所以他认为这个佛陀讲的这个 无我智他其实是远一切法的 而不是只有远什么 远无寿因 然后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所以我们从这个称诗论里面 其实你也可以学到很多的好问题 好问题啊 那我们这个在学习的过程都知道 问问题很重要 而且问好问题 更是不容易啊 所以诚实论里面很多 在这个跟论主问答的过程当中 很多对谈的人问了好问题 像这样就是一个好问题 好问题就是你可能没想到 你没想到问题很多 但是别人都帮你想到 而且帮你问出来了 所以是很值得我们这个仔细去阅读的一本书 好 所以呢 所以他认为这个 无我智他不是只有缘 缘这个无寿因而已 而是缘一切法 那么又说呢 时空缘一切法 空即无我 又说诸行无常苦 一切法无我 若无我智但缘苦地 何故不说诸行无我 他那边讲诸行无常 对不对 所以你说一切法无我故 当之 所以他这边讲说 不说诸行无我 这诸行就是有为嘛 这个为什么不只讲说 有为法无我呢 而是讲的一切法无我 一切法包含有为无为 还前面讲啦 所以他又一次的再一次 就捍卫自己的这个论证啦 所以 当之呢 若说行呢 则说有为 他若说法呢 即通一切 又说谁呢 与一项法 即别意项法 智慧现在前 若明眼见色 所以这个你只要智慧现在前呢 他的这个志向 共向 或者一项 意项 你就是看得清清楚楚 就好像明眼见色 他给你讲一个比喻 如 就是辟语嘛 辟语 你不要可以这个清楚 那么为诸佛 世尊呢 这个政治得解脱 所以能于一项法 即别意项法 智慧现在 也就是说他 不管是这个志向 共向 一项 一项 他都清清楚楚 都清清楚楚 因为他智慧现在前 那么 这个以无 我想故 那他为什么可以这个 清清楚楚呢 智慧现在前 因为怎样 因为无我想 无我想 所以诸法一项 无我想诸法一项 就是空项嘛 有时候讲说诸法十项 十项只有一项 一项即空项 类是这样 所以故知无我是远一切法 非但远苦 达曰 这个我们来看作者 他怎么样去 抖析这个问题 这个问的人 他是强调说 这个无我志应该是远一切法 一切法包含有为无为法 而不是只有远什么 无受因 因为我们讲无我 你就以为这样 就只有这个 钻对这个我 这个目标 这个target去破 但是这个问的人 他就 这个想说是一切法 那么 这个论主 他就针对这个问者 他的问题去做详细的解说 你说的一切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设一切 一种是设一分 就是一部分而已 那第一种就是真的一切 那一分就是一部分而已 那设一切者 就好像佛说呢 我是一切之人 那这个就是这样 这是全称命题 全包 全称命题 那个就是设一切 一切明十二路 好 那设一分呢 他就好像说一切然 而无漏无为不可得然 所以这个 就好像有些人讲一切然 的那个口语上讲一切 但是他的一切 其实不包含无漏跟无为 那么世间人呢 与一世中一说一切 就是我们世俗上的言语的 这个通用方法 我们有时候其实只是单一件事情 单一个对象 我们也讲一切 比方说呢 如言一切四一切与食 我一动所有都给他吃了 亦说此人一切皆食 他什么都食 都吃啊 但是一切就是全称命题 那我上礼拜讲过说 如果你讲一切 就是这个麦克文可以吃 什么都可以吃 但是他只是一个这个 世俗上的这个用法 一切 故知虽说一切无我 当之但为无寿因说 这个非一切法 所以这个论主他认为说 佛陀他讲这个一切无我的时候呢 只是针对什么 无寿因 无寿因在讲 而不是针对一切法 所以他只能举着这个两个例子 来跟你讲 就是说 这个一切只是世间的这个用法而已 一切无我 一切无我 世间的用法 那么如说时空呢 此中呢 不得有无为空 就是你这个 有无不可得的时候就是空嘛 不可得的时候就是空 这边的此中不可得 有无为空的意思 就是有无不可得的时候就是空 随着和无人呢 与无为终生我想 没有人可以在无为当中 无为法当中产生我想嘛 所以呢 设有于空 亦无所害 就是 这个 于空 不管怎么空都是无为嘛 所以对这个论说是没有什么妨害的 所以如意以空置 苦置呢 与空相应 事故空呢 非一切法源 那这个问的人就继续说 世间空呢 源于一切法 非无漏空 好 那打约呢 无世间空 一切空皆是无漏 他没有所谓的世间空 一切的空都是无漏 那下面就是作者的一个白话的解释 那这个诚实论里面提到时空 但是他没有一一的这个提出他的名称 这显然是预想的菩萨论的十种空 比如说 词论讲了时空 但是他没有讲这时空的内容是什么 那 预想的菩萨论的十种空 当然也是作者的推论 那这十种空是内空外空内外空 有为空无为空 善坏空 本心空 无济空 圣意空空空空 就如在下一章所谈的 这个作者个人的看法 词论的空思想 虽然参考大神论书 但是有其不同似乎可以说是始终寒舍与布派中的空思想 所以他还是把他回归到这个菩萨论的时空 菩萨论的时空 所以他就可以把他变成一个这个嫁接 这个大神与这个布派空思想的一个立场 然后把陈时论定位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作者他这个本人个人 对于这个陈时论空思想的一个定位 如果你稍微谈一下 陈时论所要达成的目标是灭地 这个解释相当有特色 在灭具地里面 例如破身破香味处破意识 亦破因果 说一切法空 这我们上次讲过 这个灭地的整个架构 基本上是跟这个百论一模一样 就是他整部百论的这个论说的架构 陈时论把它全部用在这个灭地 在阐塑灭地区上面 就用他的架构 然后呢陈时并未呢 仅以空无而终 也说什么 依世地固有的一面 所以像百论他指什么 他就是利空 但是陈时论怎样 他这个没有只阐述空 他也有说有 所以世地品里面有说 若不能以自缘成故 便也无一切法 那么诸佛是最一切之人 我等所信 佛说有五因 固执色等一切法有 如平等 以世地固有 所以你要相信佛陀 他是一切之人 他跟我们讲有嘛 一切法有 但是佛陀讲的有是什么 是以世地上讲有 所以文中最初将 众元身故空做地异地 之后将见一切法有 这个甲明油做释地 所以在这个甲明相品里面提到说有四论 他立了一个甲明相品嘛 对不对 但是他用这个四论叫一啊 易啊 不可说啊 无啊 他这个在诚实论在论朔过程中讲到这四论都有过咎 故知平等是甲明油 他是讲这个平是由这个色相畏处所构成 那平跟这个色相畏处呢 是一呢 还是易呢 还是不可说呢 还是无呢 那陈时论在这个论术完 这四种皆破 四种皆破的话 他就是这个利 这个平这些是甲明油 因为他是这个众因缘合格法 这个由这个色相畏处所合合而成的甲明油 所以你波无作为此甲明油的这个一面 你就违背了佛意 空至易得 但是法相分别至男生 这个跟作者的看法空至易得 空至易得 那这个意当是针对你这个在 这个修为上面很努力精进的人才易 不然呢 一般被习性所这个拉扯 就比较不容易得到控制 这才会有很多的烦恼嘛 所以佛说有五因呢 可以说交易在此变得完善 那陈时论存在的理由确实可说是为了避免偏向为空至的一面 另其回归到空有综合的立场 不要只偏空啊 只是论以中道为目标再三强调就是中道的观念 比方说一切有无品里面就提到 佛法中呢 以方便呢 故说一切有 一切无 非第一意 所以我之前有讲过了 所谓的方便制 讲到唯一一个判准就是由原文字都是方便制 那为什么他叫做方便制呢 这个方便就好像什么 一艘法船 在我们从此案到彼岸的法船叫做方便 方便的载体 所以这个学者们在研究这个方便这个概念的时候 到最后他们就讲说这个其实整个佛教都是方便 整个佛教都是方便啊 对不对 里面的这个包含的佛法身 都是赋予这个原文字概念上来帮助大家怎样 以泄出泄嘛 对不对 所以在方便讲一切有一切无非第一意 就是有语言文字的时候可以讲一切有一切无 但第一意当然就是离语言文字啊 随者和呢 你如果决定有呢 极度长边 如果决定无呢 则度这个断灭 决定你也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个绝对 绝对有或绝对的无 就是落入一边 那么离此二边呢 名胜中道 那么申见品呢 第131品他也引经文说呢 因舍二边 若第一意地呢 故说无 世地故说有 所以要舍这个绝对有无两边啊 那你要正在二地的立场来看 在第一地的时候说无 在世地说有 那舍此二边呢 行于中道 所以你不要落入第一地 也不要落入什么 世地 两边都要舍 这样叫做中道 那么立甲名品呢 141品里面有说到说 五因相续生 故不断 所以他立这个甲名 立这个甲名法 他怎么立呢 用相续生 相续生吹什么 不断 这个我们常常 你看一些论态 有很好的比喻嘛 什么叫做五因相续生 故不断 五因是很抽象 除了设法比较具象之外 其实他都是很抽象的概念嘛 那五因相续生不断 你可以用一个批语来理解 就好像那个雨滴 雨滴 你原来看好像一条线 对不对 但是他是一滴一滴这样 相续生 感觉怎样不断就变一条线嘛 那这个批语就可以用这样来理解 五因相续生不断就好像我们站在 下雨天在观察这个雨一样 一条线一条线一条线 其实他不是真的一条线 然后他就是怎样 这个雨滴相续生 所以感觉是不断的 那么念念灭呢 故不长 所以他这边就在讲这个不断不长 不断不长 那么离此断场 宁为中道 那么有关中国的陈世中二帝论呢 这个靖也黄阳博士 在这个知那佛教经史里面有祥论 在此胜率 日本学者真的是很认真 他们这个做学问的态度很扎实 那么如上所说 诚实论的编辑是为了避免偏向空无 如果贯彻无的立场 则这个罪、福、报应、福、解等法都变成是无 那就是回归到你在概念上在讲有无的时候 还是必须要回归到伦理学 伦理学上有无 所以你看佛陀那个时候 那是在六世外道讲的这个理论 基本上就是在讲罪福的有无 所以一般来讲说 上学讨论、认识论论论论论论论 接下来就是要讨论什么? 论理学 所以这六世外道基本上就是在论理学上面做一个论辩 到底是有福、无福 有罪、无罪 这样再做一个这个争论 所以你在形象学的立场上 讲坚持无的话那么怎样 那么他的罪福都无 所以你主軸上的这个论述都要怎样一致 主軸上都要一致 所以主章呢 亦不可执着于无所有 所以这个佛法一开始的时候被质疑 就是说你佛法不是讲无我吗? 如果你讲无我的话 如何可能会有罪福呢? 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 这个佛教徒们就开始在为这样子的一个 表面上看起来是矛盾的议题 在做一个这个论辩 现在在线上的同学你们就可以回答 这个就是你在读印度佛教时的时候 一开始就会读到的 因为佛教一开始产生 讲无我 就跟印度佛教讲印度教 不是印度佛教 就跟这个婆罗门教讲这个 犯我相抵触嘛 所以这个佛教倡导无我的时候 就被这个 当他们也是很聪明 世事变中都有 然后就被这个外道徒批判 那么讲无我还可以讲罪福呢? 还可以讲因果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要怎么解 这2D是一个很好的解药 所以你在2D基本上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所以各位在学佛法的时候 你尽量不是尽量 是一定要避免用绝对的概念 你用相对的概念的时候 是比较容易去这个跟别人解释 然后自己可以理解的方法 好 所以2D是一个解药 主张呢 这个好我们 这个后面这里 我们等一下休息10分钟之后再 回来看 大家休息一下 好昨天 有人在讲说面相啊 就是 怎么样就是运会好啊等等 有人说那 那怎么样才会没有小人 怎样的面相没有小人 那我们就讲说 小人都是我们生命里的菩萨 因为你透过跟这些人相处 他让我们这些人让我们有这个可以修忍入的机会 那也测试我们这个 嘴巴讲的这个修行 跟你身体实践的修行上的差异啊 他运他们这样子可以可以说是怎样 创造了一个这个让你修行的道场 你每天在那边磨啊 你每天在那边磨啊 以忍入来成就 那当然忍入是以这个菩萨为前提的忍入 好那我们依照 如果有今天第一天上线来听课同学 我们的课程就是每五十分钟 我会休息十分钟这样 那在上课过程当中 我们就跟刚刚第一堂课的时候 会讲一些 这个世间法的东西 来跟佛法做一个这个串联 然后没有一样东西是 没有办法跟佛法做串联 所以才会想说你要怎么样修行的话 会比较我们当代的语言想说 这有效率 当然就是要像你在静置这个什么 腌泡菜啊或腌一些这个鹼菜 你要把自己长时间这个静置在这个法当中 才有办法这个成就 好我们来看一个 这个介绍一个艺术家 叫做奈良美智 我一直以为她是女众 结果她是男众 那可能有些人已经认识她了 因为她是这个日本目前价位最高的艺术家 你说艺术怎么可以用价格来衡量 对所以我们今天看的不是她的价格 而是她的思想上的价值 非常感谢的特展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其实奈良美智最受推崇的就是佛法的画笔 表达对人世间爱与和平的追求 她自己还曾经走访中东最霍南的地点 去替那些流离失所的家庭儿童带给他们心灵的抚慰 教导他们如何作画 这位画家不仅有敏锐的观察 更有无比的爱心跟善良 战至脸庞 他们本来不该生活在难民 但这群不到十岁大的孩子 是叙利亚内战爆发后才出生的难民儿童 从没见过营区外的世界 3月15日叙利亚内战届满十年之际 超过38万人死亡 千万人成难民 也是二战后最大的难民危机 而叫做位在约旦境内 距离叙利亚只有12公里 占地广达5.3平方公里 是世界最大难民营达阿特里 所以一开始收容1.5万名难民 无尽有超过60万人 每天还有数百人逃到这里避难 紧急的避难所 竟成为长期的棋生之地 而如常的难民营 在两年前有个人到此走访 戴着鸭神帽 防风外套搭卡吉长裤 他是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 他的画风向来内敛又叛逆 最经典代表作就是这幅大眼 额头高天真又带点邪气的小女孩 早已是国际级艺术家的他 在2019年3月4号 踏上扎阿特里难民营 展开他首次难民营体验季 席地而坐就像拜访老朋友的家 却是奈良美智第一次走进 难民营的零食组合屋 也是他第一次吃到 道地的叙利亚料理 只知道眼前这位贵客是从日本远道而来 但他是谁 没人知道 宁宁的大街一望无际的难民帐篷 在吃过饭后奈良美智走进营区内的学校 他发挥所长当起战火下孩子们的一日美术老师 虽不会说阿拉伯语 但奈良美智用他最强的沟通武器 绘画和孩子互动交流 除了绘画奈良美智也时刻拿起手机 帮每位小孩拍照捕捉他们的笑容 同时也拍下最贴近奈良美智的日常照片 在奈良美智的镜头下 看不到奈良美智穷困且可怜悲惨景象 到了育幼院也是如此 他跟特意走访叙利亚手工艺术品店 对当地艺术家心心相惜 此行最大的目的之一就是聆听难民的故事 在难民的这12天里 甚至都穿同一套衣服 行囊和穿着都异常简单 也没有大批随行人员 前后只和一名翻译四处造访难民的家 一开前被随行摄影机拍到这一幕 奈良美智在路边汽车的挡风玻璃上 画下Love and Peace的图案 或许这就是他对难民最大的盼望与祝福 对灾难与人道关怀溢于言表 不爱接受访问 就连日本媒体对耐良美智的报道都很少 也因此这段约11分钟贴身记录 耐良美智的难民营之行更显珍贵 返回日本后 奈良美智难得大方分享所见所闻 他说贫穷与可怜是外界对难民的刻板印象 但实地造访后发现 难民和你我一样没什么不同 向来擅长把情感放进画座里头 为这趟难民营之行 特制这张绑着头巾的大眼阿拉伯女孩 虽生活在难民营依然面带微笑 而难民营之旅后七个多月 耐良美智的人气再上层楼 全因这幅背后藏到的女孩 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上 以1.96亿港币天价成交 一举成为日本最贵艺术家 但她的人生一开始可不是如此顺利 她话很少但脑子里想很多 个性内敛又腼腆 则和孤独的童年大有关系 耐良美智和两位哥哥年纪相差十几岁 小时父母亲又忙着工作 总是一个人的那样美智 学会与寂寞相处 意外激发起她的创作灵感 我都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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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手机会是在她身上 用简单线条画出不友善的表情 或是诡异的笑 当中却有对人性和感情细腻 与深刻的描绘 耐良美智因她而闻名 但眼前的这个她 其实没有性别设定 只因女性与孩童 都是难以发出反对声音的人 而艺术大师跟意外透露 她的创作喜好 你拿到一家里的 你拿到一家里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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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十年来 她的画风明显改变 因为十年前的 东日本大地震 灾难太过震撼 让她长到半年 无法动笔画画 满头贴布 头顶上还贴着一个OK帽 下方还画着海浪 眼前这幅画 取名修补头 诉说着灾后伤痛 是奈郎美智 正后重植画笔后 第一个创作 更没想到过去 她笔下诞生的 不是避着就是不屑的叛逆女孩 慢慢转变成温柔少女 以61岁的奈郎美智 陈明后还是住在16年前 东京近郊农村的小屋里 用她的方式继续关怀世人 更选在311届满十年 展开她的感谢之旅 这一部分 我将来带来 现在结束 这种格好 对不起 9月15日,艺术大师乔乔抵达台湾,用他的视角观察台湾街头,更为台湾之行,特别创作Hazy Human Day,朦胧潮湿的一天。 脸庞更圆润,张开大眼,像是盯着观众看,前后只花10天完成这幅画作,像是告诉世人,世界最残酷,但仍要保持赤子之心,看待生活。 如同他推特上写的《没战争,没核弹,爱与和平》,身为战后第一代艺术家,奈良美之以无声,却又温暖的创作方式,关怀世界,也难怪他的作品会如此受到世人的喜爱与关注。 他们不是只有介绍这位艺术家而已,然后还有介绍生命风格,那你学否一样要有自己的生命风格, 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关怀这个世界,他是用艺术用美啊,来抚慰人心啊,我相信他在这个叙利亚难民语,为这些孩童上课的那些时间, 这些孩子是忘记他们身处在战争当中,身处在难民语当中的,所以美是可以抚慰人心的。 那当然他的艺术是,你真的觉得是好像插画一样,但是他不只有插画,他其实很多周边的产品, 台湾很多,这个像黄纸焦或者是一些我们讲的celebrity,献民人在搜集, 他当时每个人搜集艺术品的用意不一样,有的人是为了这个投资啊,等等方面。 那我们介绍的这个艺术家是跟大家讲说,你看他这个拍卖,这个几亿啊, 合台币八亿啊,那一幅画,背后长刀的女孩那一幅画,合台币八亿,但是他还是住在, 这个泼泼烂烂烂的这个,他东京近郊的这个房子里面,那你看他本人其实他不擅长, 跟,他来台湾的时候,他就没有出席,他没有出席他的这个展示会,因为他不太擅长在人多的地方, 这个说话,或者表现自己,所以他就没有出席,那他的生平,你们可以去看一个纪录片,好像是, 那两美智的世界,那是一本书,但是也有纪录片,那他的名字为什么取得像女生呢? 因为他妈妈,有一次在他这个,很久了,已经这个长大了,很久了,然后出,要出国了,他还跟他说, 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其实你前面有一个姐姐,他就,找妖啦,那为了怀念他,就把你取成他的名字这样, 他的姐姐叫做美智,所以大家一般在这个,一开始接触到这位艺术家的时候,都以为他是女众, 就是一个情感,非常细腻的一个男众的这个画家, 那他,有他对这个世界表达关怀的方式,好,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陈时论, 我们在课堂当中会给大家看很多的这个,当代的一些,具有影响力的人, 然后或者是产生的一些事情,主要就是说很多事情,你还是要这个, 用回归到佛法,那给大家看就是说,佛法里从空的立场出发的时候, 基本上他是有无量无边的展现的方式,好,就像,呃,他的,他的身份是 就是艺术家的时候,他如何用这个美,来回馈跟关怀这个世界一样,好, 那我们大家都是这个学佛的人,那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职业跟专业,那你如何在你的职业跟专业, 的这个位置上面,好,用你的方式,用你的生命风格,来关怀这个世界,好,那这个就是一种,佛法的展现, 这是从空的立场出发的一个这个展现,好,那因为我们很多时候,因为不空的时候就很多的直爱性, 我们的思想范畴其实是很狭隘的,好,那给大家都看各种不同的, 生活方式,你才会看到很多可能性,好,我们能做的,其实基本上有非常多的可能性,好, 之前有给这个上陈时中的同学看一个,这个采访纪录片,他本来是一个这个家庭主妇,后来就离婚嘛, 离婚之后小孩给他养,归他,归他,那他当然就是必须很现实的就是要考量这个生存问题, 后来他因为他是学摄影的,然后他就在报纸上面看到,这个印尼那个时候内战,非常严重,死伤非常惨烈, 他就想说要重拾摄影机,然后去记录,用图片,用音像,来记录说,那个离我们这么遥远的地方发生了什么事,他后来变成一个战地记者, 从一个家庭主妇变战地记者,对他而言他就是很深刻的体会无常,那个就真的很深刻的体会,因为他说可能早上, 因为他们所有的战地记者可能都住在同一个饭店里面,早上可能大家互相交换讯息的时候, 在这个吃buffet的地方互相交换讯息,然后他约定说我们下午今天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再分享更新update这样子, 但是很可能出去之后怎样,原本跟你约好要回来update资料的那个记者,可能就是在政政当中就往生, 所以对他而言,他说你不要跟我讲什么投资啊买股票什么,对他而言就很不切实, 因为他觉得他不知道下一秒钟他还能不能够活着,那当然他这样子对生命还活着的这个意义, 他的体会跟一般人就不太一样,就是你对于这个无常,对于生死的这个深刻的体会, 跟一般人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就是人其实很多种的可能性啊,就是刚刚讲的那个莫德纳那个老板的, 叫做弹性,弹性啊,很多的弹性,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好像走到死胡同, 没路可走,其实有嘛,其实还有,那我常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 有个心理学家,他本身,很多精神科医生也要看那个心理是丧事嘛, 那他自己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去看一个这个精神科医生, 那个精神科医生就给他看了一幅一个漫画,那个漫画就是有一个人呢, 那幅图展现的就是,一开始展现的就是,你看到的,你看到那一格的画面, 就是一个人站在好像牢笼前面,手握着这个监牢的那个牢笼, 然后拼命的这个摇晃他,赶快放我出去这样, 结果你把这个镜头整个拉让出来发现怎样, 他其实并不是在监狱里面,他其实前面只有这样, 就是刚好那一面是监牢,其他后面三方呢,全部都是空地, 他可以随时离开那个地方,但是我们人往往, 因为你视野的思想上的狭隘,我们把自己困在一个地方, 以为那个就是死路一条,没有其他路其实有, 还有很多的路可以走,很多的可能性可以去这个,去发现, 就好像人家一开始嘲笑莫德纳,他们演的那个就是, 那个是以前的旧的啊,旧的思想,修的概念啊, 你怎么去走那个死路呢,但是他一样可以把他走出一条活路出来, 而且怎样,而且还可以这个,帮助这个世界面对疫情啊, 那我们也不要用这个太,悲观的角度来看待, 现在这个疫情的状况啊,你如果研究这个疫情的历史, 可以发现,像以前欧洲不是黑死病吗,以前我们那时候也, 麻疹啊,麻疹那时候也死很多人啊,那现在麻疹大家就是, 基本上已经,大家都已经免疫了,因为可能一出生就打了疫苗, 那一样嘛,那现在这个状况,就是怎样,在历史的这个洪流当中, 都曾经发生,但是,人类都克服他了,这样,好, 好,所以我们再回来, 诚实论的编辑是为了避免这个偏向空无, 但是如果你贯彻无的立场,这个地方,如果都是断灭无的话, 你就没有所谓的罪服报应,那所以这个, 那六世外道有些就好像变成像西方的那个享乐主义一样, 他觉得人这一世就没了,那这一世没了,就成归成,土归土, 最好是这样,所以就可以为所欲为, 那真的到了英国要审判的时候,才赶快说, 人不是我怀,那时候已经太迟了,好,所以这个地方是, 你学佛法都会遇到的一个挑战,那你讲无我无我的话, 你如何解释罪服报应,那我刚才给大家提示, 你可以从二地的立场去解释这个议题,那我在上这个印度佛教史的时候, 也是提出这个问题给同学去思考,然后大家各自做自己的回答, 那么主张呢,亦不可执着于这个无所有必须灭除这样的执着, 所以说是这个本论的立场,有人讲说无所有也是不可执着的, 所以无所有就已经无所执着,为什么就是执着这样的概念, 那三论行义认为诚实是说空,但是不解不空之理, 他认为这样的说法是错的,那不只见空也见不空, 空跟不空并非互相排挤,所以因为他认为在这个八解脱品里面, 诚实论里面有提到说这个因不空故有空性, 所以两个是一体两面,一体两面的概念, 不可能只讲空没有不空嘛,但是三论行义就说, 这个诚实论讲的空怎样,只有解空没有解不空, 其实他有提到了,只是没有一直说不空, 但是他直接提出来说两个其实就是一体两面嘛, 因为不空谁,所以有空嘛,那似乎显示了本论的根本立场, 好,那我们看一下注释108,注释108, 那这个八解脱品里面有提到说阴暗故有明星,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怎样,一体两面, 这个在嫩原经里面有嘛,就是一体两面, 是互相灵夺,互相灵夺的关系,所以不是这个, 有这个就没有那个,有这个就没有那个, 有那个就没有,而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所以他就说用互相灵夺的,互相灵夺这样的词语, 来代表他们的一体两面的关系, 那么因为不空故有空性,那么因色呢, 故有这个无边虚空性,你如果有看这个, 陈斯顿他就会跟你讲说,你色戒,克服了这个色戒, 这个放弃了对这个色戒的这个执着之后, 这样,就会到这个无边虚空性, 所以色跟无边虚空也是怎样,相对的, 那因为无边虚空性呢,故有无边视性, 也就是说他用这个疲乏来讲, 你住在那无边虚空,你批乏的时候, 你就开始怎样,无边虚空无嘛, 你会在这个,视性是有对不对, 才恢复到有,在有无之间恢复, 所以这个禅师的那个他的记者, 其实就是在记录怎样他修行的过程, 叫做回户复回户有没有, 那这样回户的内容很多, 有的时候是在定会上面回户, 在四禅八经上面回户, 那这个地方在有无上面的回户也是一种回户, 所以因为这个无因故有灭性, 若不能破坏无因假迷相, 世民为暗, 所以如果执着在这个无因的假迷相, 直为时有的时候, 那个叫做暗, 若能破坏无因假迷, 则为明性, 如佛教一比丘, 如于空诸行中, 当观诸行空, 自调伏心, 所以要观一切诸有为法, 为空啊, 然后来调伏心, 不然就很容易受外境的影响, 所以是从这个主观的自体的心去做调整, 而不是就客体外在的环境, 想要去改变它, 所以如人持灯, 住空识中所见皆空, 一样, 这是一个批语的方式, 这词诞就是明嘛, 所以你看到空识, 住到空识, 你会发现所见皆空, 就是在讲这个无因皆空的意思, 那么行者取色正, 此色灭, 是名空性, 取色, 然后正此色灭, 是名空性, 所以这个也是在有无当中回护, 有无当中回护, 那么此处所谓因不空故有空性, 是说当我们只取这个时有色的时候呢, 那只是色乃是不空嘛, 那正得此色灭去的时候成为空性, 那这只是一个这个例子, 那当然就是色受想行事亦复然, 所以这个依此要来说明, 诚实论不只见空一见不空, 是这样, 所以他认为, 这个三论协议把诚实论定义在说, 只见空不见不空, 他认为是有带上去的, 所以这个作者呢, 他就举这个诚实论八解多品, 来反驳三论协议的这个说法, 那么一般认为呢, 一切的产生是为了这个离二取空, 二取空, 什么是二取空呢? 二取空就是必取空, 相对于善取空, 所以取, 取还有分成这个善, 还有邪, 一样, 所以可以善取空, 当你善取空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法门, 堆置你的这个贪着知取, 这样善取, 所以不要, 有些人学佛, 就是会落入空无那边, 他就说那这样子, 就一切都这个不止取, 一切都不止取的话, 这个要怎么修, 你再来教我, 就变成是这个口头上, 口头禅, 只顾着于空里的一面, 好, 所以这个是离二取空, 也就是说, 要离的是二取空, 善取空他还是一个什么, 善取空他基本上就还是一个工具, 修行的工具, 那么, 善取空可以对峙很多, 善取空可以对峙你的烦恼, 你把你的烦恼关空, 有任何方式, 你可以对峙这个烦恼, 都是一种善取空, 所以, 于且跟陈诗立场有何不同呢, 于且是将一他其云陈诗的法相当, 法相当作法二如是, 不得为无, 以破二取空, 也就是说呢, 建立了空后的法相, 就是, 这个作者认为他们是, 或是佛学学者, 的定义是这样, 说他是, 法尔如是, 不得为无, 然后, 但是如果你看, 解身秘境在解释这个, 冤臣诗的时候, 他就是, 你怎样, 不止取这个, 于他其, 的时候, 就是这语言陈诗, 那你不止取的时候, 就是空嘛, 对不对, 所以他这边说, 不得为无, 你是可以, 你随便举一个这个, 于且的经典来, 反驳, 都是可以的, 就像刚开始作者在, 在这个, 举证说, 陈诗论到底是属于哪个部派, 只要有一个概念不合, 他就是不属于那个部派, 那一样嘛, 他讲这个地方, 你随便举一个这个, 于且相关的经典, 嗯, 就可以, 等于是破一个, 那个叫做全称命题, 全称命题是很好破的, 好, 那么诚实的立场, 就如其三星所示, 丝毫不许骗击的这个, 法相, 是这样吗? 想一下, 诚实的立场, 如三星灭所示, 丝毫不许骗击的法相, 当那是, 这个究竟来讲啦, 但是, 他如果真的丝毫不许的话, 他不需要讲世俗地嘛, 世俗地不是讲有嘛, 所以丝毫不许, 是, 这个对峙, 世俗地, 你丹着世俗地的时候, 他会用这个方式来对峙你, 但是这个地方这样讲, 就, 有点绝对, 让他把他对举出来, 是为了要跟, 这个于且, 做一个, 于且的思想做一个, 对举, 然后再用于且的什么, 一塌起, 原成实, 遍迹所值, 把他做一个比较, 那就是, 你如果深入思考的话, 这个地方是可以商榷的, 可以商榷的, 好, 所以为什么, 这个阅读, 这样子的这个, 论文的时候, 有时候会花一点时间, 那个时间就, 你可以停留下来, 稍微思维一下, 当然现在因为我们在导读, 在导读, 那你可能你的思维的方向会, 被我所引导, 就像我们那时候在讲这个受根, 优根, 到底是不是易俗, 其实那个也是我个人的解读, 所以你在上课的过程当中, 都会受这个讲师的诠释, 所引导, 那你在这个引导的过程当中, 你如果可以, 自己私我思维的话, 你可以有自己的诠释, 好, 那我们也很欢迎, 你有自己的诠释, 可以大家提出来, 互相讨论, 那如果没有的话, 你就先, 先这样, 就先这个, 接受我的诠释跟, 跟导读啦, 好, 好, 所以我们有时候会讲说, 有些人像同学, 很久大学同学就会问说, 他最近在看谁谁谁, 解释的什么, 金刚金或什么的, 他说, 那有没有其他人的解释可以介绍, 其实我们一般都觉得, 可以的话, 尽量大家就直接怎样, 跟原经典相应, 一开始多读几遍, 多读几遍, 那自然而然的话, 你透过这个实践, 你就可以这样慢慢的, 越来越能够这个, 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 你读懂了这个经典的意涵, 那如果你一开始你就依赖于这个二手的, 资料的这个解释跟诠释的话, 你就缺少了自己去思维, 跟体振这个法医的过程, 有时候那个疑, 我们那个疑不是说, 这个你疑法的那个疑, 不是这种疑, 而是说你内心有疑惑, 没办法理解说, 那个经典那句话, 到底什么意思, 你常常这个把它记在心上, 有一天你会突然悟, 有醒, 有醒, 好, 所以陈石呢, 主张诸法识相, 他认为这个, 被认为跟于且中观是有关的, 他常常讲诸法识相这四个字, 不拜佛教比较少讲这四个字, 陈石论他就常常讲诸法识相, 所以这个作者就认为, 他应该是跟于且跟中观有关, 像百论, 他的这个舍罪扶贫里面, 他在建议的开箭处就有提到说, 佛知诸法识相, 当然这边的佛知的诸法, 就指一切法啦, 就刚刚讲的一个是一切法, 一个是世俗所说的, 叫做这个一分, 部分而已, 当然这边的诸法识相, 是指一切法的识相, 并且明了无碍, 所以他佛陀才会讲说, 众生一切他都知道嘛, 那他知道他用什么, 他说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他的明了无碍, 他用这种方, 用不可得的方式来表达, 他的无碍, 通常这个人是透过一个需要, 在时间像当中去看清楚, 一些人事物啦, 那当然佛他是没有时间空间像嘛, 所以他在那个当下, 他一切就是清清楚楚, 明了, 这个无碍, 那人都是必须要这个, 透过人的这个知见范畴, 就是要走到哪里, 学习到哪个地方, 现在那个日本的大和剧, 今年在演那个, 社者荣医, 西部沙瓦, 西部沙瓦用一集, 他在2025年, 会变成这个日币上面的人物, 日币上面都会印他们, 这个日本的一些代表人物, 我以前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就问过一个日本人说, 你们为什么, 硬币上面要印那个夏木硕史, 夏木硕史知道日本的一个作家, 写那个我是猫, 少爷, 这些小说, 他本身有一些精神关难症, 他到被派到外派到英国去留学的过程, 可能因为压力太大, 本身有一点神经质, 那就变成精神关难症, 那当然, 这样子的这个病症, 并不妨碍他写出一些, 名作啦, 我们讲说文学作品, 那这个西部沙瓦用一集, 他是这个日本的经济之父, 那个时候, 他的这个过程其实也蛮有趣, 比如刚刚讲说, 佛是在那个当下没有时间关, 他可以签名, 但是他是透过他的这个所知所见, 每一个时间点看到不一样的时候, 他去思考说, 下一步应该要做什么, 那我们一般反复在修行的时候, 一般也是这样, 但是就是说他有他的这个, 反应力跟弹性, 他是这个跟日本史有关系, 他透过历史去了解一些这个世界的演变, 还有人心的一些这个真实面, 这是还蛮可以学习的, 好, 所以这个又能说这个深境法, 佛陀就能说这个深境法, 事故独称佛为世尊, 所以陈诗论到处说主法实相, 可以知道本论接受了这样的思想, 比如说现在这个重法, 评里面有提到说, 复赐佛法有六, 六种, 善说第六个是智者自知, 善说者呢, 佛说呢, 诸法如法实相, 那么若不善说呢, 说若不善法呢, 说不善相, 善说善相, 过名善说, 所以这边有提到这个如法实相, 那这个是在这个重法品里面, 那在有相品里面也提到, 诸法实相的这个名称跟概念, 诸法实相, 离诸相故, 不明为圆, 那这边的圆当然就是, 像陈那的官所圆圆, 所圆圆的那个圆, 一个这个, 条件, 一个条件, 他是那个诸法实相呢, 这个离诸相故, 所以实相离相, 实相无相, 实相无相, 那一开始学佛法的时候, 会有点转不过来, 因为实相, 我们一般来讲说, 你的概念又停留在, 就是真实的东西, 他又跟你讲无相, 通常一般人, 看经典会卡住, 就是在这种地方, 比方说实相无相, 这种感觉, 所以在字面上是, 两个矛盾的这个, 名相, 他, 把他等同, 那么, 智者像, 智相品里面有提到说呢, 佛能够通达诸法实相, 那么随这个可度的众生呢, 立种种明, 所以你看他, 因为通达诸法, 如何通达诸法实相, 因为空智, 空智, 而且他是这个, 毕竟空的这个佛智, 然后, 能够通达诸法实相, 那为了要这个, 这个, 度众生, 而且只要想像是可度的众生, 那是有缘的众生, 那立种种明, 因为我们都是, 必须要概念化的学习, 那你如果没有明相的话, 没有办法学习, 所以必须要立种种的这个明相, 所以呢, 也有以这个诸法, 无性, 取代诸法实相之处, 所以, 你看这边有一个我刚刚讲的, 你学佛法通常都会取得, 这个明明就是两个感觉, 像是, 这个, 有二, 两个对立的概念, 无性跟实相, 但是他就跟你讲, 这个二字不二, 此二而己不二于我们的众生的这个, 我们讲, 以软体硬体来讲, 我们就是已经被灌了一个这个, 驱动程式里面, 他跑出外自然就是二分法, 二分法, 所以当他要打破这样二分法的时候, 那个过程当中, 你就会有点纠结跟挣扎, 他就跟你讲诸法无性, 就是什么诸法实相, 那你讯息久了, 就会自然而然的能够, 理解跟接受, 好, 那么, 志向品里面有问曰, 行者何故不敬见面呢? 那, 论者回答说, 经中说, 诸不法无性, 从众缘生, 是法甚生, 因缘法甚生, 一切爱尽, 极灭尼环, 世处难见, 所以这个, 我们世处就是你在这个阴地上面, 在凡夫位上面的时候, 你难见到, 所谓的什么叫爱尽, 什么叫做这个, 极灭尼环, 那佛观十二因缘灭故呢, 成无上道, 所以, 又法印中说呢, 行者若观无因无常败坏, 虚妄不坚固, 一名为空, 所以, 你观察这个, 无因不坚固的这个实相, 就是空, 而明知见未尽, 这样还是知见未尽, 你见一切无因无常, 从众缘生, 还要看到什么, 他的静相, 坏相, 离相, 灭相, 而是行者知见清净, 所以他是, 这个空是有层次的, 空是有层次的, 所以你只观到他这个无常败坏, 虚妄不坚固,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你从经验上看到的这个生老病死, 然后你从生老病死去这个观空, 这样是知见未尽, 你还必须要更深入的去观, 这些五因是从众缘生, 然后再去观他的近相, 坏相, 离相, 这样才有办法知见清净, 所以呢, 以说灭净, 知明见净, 所以当你的这个灭净的时候, 就是你见净的时候, 知见清净就是灭净, 知见清净的时候, 就是灭净, 故知见灭, 名为见圣地, 好, 那么, 又有先法注治后, 你还治, 这个我们, 这本身就可以, 有一个小论文出来, 叫做先法注治后, 你还治这个地方, 你光先法注治后, 你还治这里, 清净到人在阐述这个地方, 就写了好几页, 很长, 那当然有专门的论文在写, 在写这个, 有兴趣可以, 所以, 在课后, 去上网查一下, 先法注治后, 你还治的这个内容, 故见灭地, 明得圣道, 就像这样, 其实有诸法十相一语出现, 但在实践上呢, 则是诸法无性, 好, 所以他, 他把诸法无性, 当成实践上, 其目的在于见灭, 那么就是这个, 见灭就是灭地, 见灭地, 所以他们就认为说, 诚实论最重要的, 还是在灭地, 那这个是本书究竟的中趣, 若此论离开行果的获得, 终究会成为戏论, 那当然不是只有诚实论, 任何佛法就是这样, 你离开了这个行果的获得, 都称为戏论, 都是戏论, 所以不是只有嘴巴说, 必须要去实践, 那你不是说无所得吗, 无所得是已经证得无所的人说的, 证得无所得的人, 再来讲这样, 再来讲无所得, 你什么都还没有得到, 行果上一点都没有这个, 一点都没有这个, 成就没有证悟的话, 再讲说, 这个无所得, 那个都是戏论, 所以不如不要说太多, 你说太多, 别人就容易, 如果像, 家里有一些四肢变充, 逻辑比较强的, 他很快可以拨刀你, 所以, 佛教的很多的这个概念, 你也不用常常把它当成口头禅这样说, 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 那个老师, 几年前我来请他演讲过, 他是天主教的, 很有善根, 很有爱心, 在这个张老师里面服务, 很柔软的一位女老师, 他有讲过说, 他本身是天主教教徒, 但是他的先生是佛教徒, 他先生的书房里面就会放, 他先生比较清净净土宗, 净土宗啦, 放都是净土宗的经典, 书籍这样子, 那他这个, 有空的时候他还会去书房里面, 去翻这些经典, 他就觉得哇, 像净土的经典, 他也觉得很殊胜, 他就跟我说, 他自己跟我说的, 他觉得很好, 灵命的内容很好, 但是一看到他先生的所作所为, 他就觉得, 好像, 读的书是一回事, 但是实践是一回事, 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们尽量, 以此为目标, 不要把这个佛法这么殊胜的, 这个妙法把它当成只是, 这个口头禅, 细论, 或者是, 这个, 一个, 影像的一个累积而已, 我们尽量可以去实证他, 去实践他, 也有人将诚实论评为空门自立教, 空门自立教, 处理的是繁琐的教理的问题, 那其实, 他是空门没错啦, 但是自立就有点这个, 泰国, 你如果真的有去扒书诚实论诊论, 他的不是只有讲自立, 他里面很多也提到自立立他, 好, 甚至也提到六波罗蜜, 一般你要讲小圣他就讲到八正道, 但是诚实论里面他有提到六度波罗蜜, 所以这个地方是, 比较值得大家探索的地方, 所以当他在表示自身立场的时候, 也只是立足于不派之间, 仅仅多加了一些说法而已, 不能说是一流的论书, 这边又在批判, 此论书在, 什么叫做一流? 此论书在受到这个, 家祥三论悬疑的批判, 排斥以前在, 有许多的中国学者研究, 形成一个堂堂的城市学派, 那当然包含了这个南北的, 这个比较寿春系, 彭尘系, 在佛教大词典里面, 才有陈时中的系谱, 但是家祥以后呢, 却胜为没落, 因为家祥大师他的三论悬疑里面, 就批判陈时论是小胜, 然后在这样的家祥这么的, 这个有地位的, 佛教这么有地位的这个大师, 做出这样的批判的时候呢, 陈时论就此没落, 那你能说是因为他, 就好像媒体有很多的新闻, 你可以选, 我们学新闻学, 他就跟你讲说, 基本上重点不是在于这个媒体, 他怎么报导, 主要是在你视听人, 如何去辨识, 所以出点在于是你视听人的辨识, 而不是这个媒体的报导内容是什么, 你可以选择不要接受啊, 所以你不能因为这个家祥大师的批判, 就怪罪于说, 哇那陈时论的没落是因为家祥, 虽然他有影响, 但是主要的责任还是在于视听人的选择, 视听人选择怎样, 觉得家祥大师这样子的这个批判, 是对的, 然后自己的心就被影响, 那印度的其他论书呢, 未引用此论, 这是很不可思议的, 这是因缘嘛, 但是古来呢, 在中国受到重视, 所以陈时论这本论基本上在印度, 因为没有被其他论书所引用, 所以觉得不受重视, 反而相对于印度, 在中国陈时论是很受到重视的, 西域也有这个残留的片段, 像是坦英西来这个西域出土的经典, 东洋文库本里面的这个陈时论, 有神通评里面, 在中国朝鲜跟日本有受到研究, 但是中国深传所见到这个学生的这个住宿呢, 以及他国的住宿, 没有一个是现存的, 所以我们现在在爬出陈时论就是, 有这样困难就是, 你要讲困难, 但是另外一面就是说, 你这样很有什么, 很有弹性, 因为他没有住宿, 没有住宿, 现在陈时论, 这个让作者觉得很奇怪, 就是如果你理解这因缘法, 没有一事可以奇怪的, 好, 那也许是可以说是家祥, 大师他因为宣传陈时论是小生论, 是陈时学不正的主因, 一般都是这样归类, 那个人呢, 这件事要去除空门自立教的评断是相当难度的, 他认为, 要去除陈时论论被评为这个空门自立教是有难度, 其实, 我刚讲的就两个, 角度来讲, 你要去除这样的评论其实不难, 他提词里面就提到自立立他, 第二个他提到六波罗蜜, 作者他可能就没读到, 或者是他有他个人的看法, 觉得要把陈时论去到空门自立教的评论是困难的, 那本书乃是印度佛教史上跨时代的著作, 此时我们应该去除此非大神论不知的一固的偏见, 学习赫里巴摩身为佛教学徒, 虚心坦怀制作完成真实之论的这个精神, 所以他最后的评论还是应该要去除掉, 觉得陈时论不只得一固的这样子的这个思想, 而是要学习赫里巴摩, 他有这样的修心壮志, 他是要完成真实之论, 然后虚心坦怀的这个精神, 然后才能够在佛学上面好好的精进, 那我们先休息10分钟, 再继续回来看第7章, 诚实的学者, 好,第7章在看的是这个陈时论的, 我们刚刚讲说陈时论在印度, 基本上是没有被其他的这个论所引用, 那相对于在印度的话, 陈时论在中国就受到比较大的这个重视, 那当然他的著述, 蛮神奇的地方就是, 就是为什么他晚年来翻译这个陈时论, 那就是因缘, 因缘际会, 翻译这个陈时论, 那当然这个他翻译陈时论就有他的这个风格, 然后依照这个旧摩罗史翻译的风格, 那比较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在这个政大的政大林郑国教授他有提到, 那时候他们几年, 2009年那时候他们有跟国际接轨在研究, 这个佛教的英明学, 这时候他有提到说, 这个最早在翻译这个英明的时候, 像均摩罗史大师他就把英明的量论那个量, 我们讲三量嘛, 一般就是三量就是这个限量, 比量、圣岩量, 那刚刚讲陈纳他就只有两量就够了, 就是限量比量就可以了, 基本上正常就是会多一个圣岩量, 那因为陈纳他考量是说, 他要跟这个外道来做论辩的时候, 你就不宜把圣岩量举出, 因为你有你的圣岩量, 我有我的圣岩量嘛, 所以他们就是直接用这个陈纳的新英明学, 他就直接说, 那我们就用这个比量跟限量就好了, 就够了, 那旧摩罗史他就把这个量他翻成性, 性解的性, 所以诚实论里面很多的这个量论的概念, 或者是名相会出现, 你看不到是因为, 因为旧摩罗史大师翻译的, 所以他把这个量翻成性, 所以当你在诚实论里面看到性的时候, 你要稍微的, 这个留意一下, 他的潜购的脉络, 你就知道, 哦, 这个在讲的就是三量, 量论, 好, 那这个翻译之后呢, 笔授是谈鬼, 正邪是谈隐, 然后比较特别的是, 像森瑞他就讲解词论, 那刚刚讲正邪这个谈隐, 他把这个诚实论分成五句, 那后面会提到, 他会说, 他为什么把它做这样子的这个分法, 那当然就是一个架构性的整理, 这个就是各个朝代里面的, 这个说法者或整理者, 然后弘扬者, 那全盛的时代是在良代, 其以前也有曾经盛行, 到了这个隋唐时代, 这个学成时的这个学派, 就慢慢的这个衰微, 就摩罗史呢, 门下的这僧岛, 他们是从这个, 或是这个僧松, 他们是成时两系统的造识者, 刚刚不是都讲两系吗? 其中据说, 森岛曾经到南地, 广开成时讲习, 所以成时学派有这个, 两个系统是说出自法然上人, 所做的这个净土, 初学超, 所以你要知道是这样子的说法, 是出自哪一本书? 其中呢, 有说到, 这是昭和新修的啦, 有说到说, 这个北地呢, 以罗时, 身松为这个祖师, 南地以身柔为祖师, 而是身柔呢, 被推定是这个身柔, 插一个米啊, 我们讲, 有常讲说, 有个词叫杂柔, 有没有, 杂柔诸部的说法, 这个柔, 通常是这个柔啦, 有这个词, 但是, 嗯, 就推论上面, 这两个应该是同一个人啦, 但是以此人为南地祖师, 是错误的, 森岛才是南地的这个祖师, 那南地的这个成时学派的过程是这样, 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参考一下, 所以你要看到这高僧传的, 比方说那时候弘扬的这些祖师们, 他们基本上不是只有精通诚实, 他们同时还精通什么, 三论, 涅槃, 十地啊, 一样啊, 你看他们后继者都是, 都是, 不是只有精通诚实而已啊, 好, 我们往下看, 那这边都是从高僧传, 序高僧传里面, 经由介绍各个这个祖师们的一个过程, 去了解他们学养的过程, 然后才知道说哪些人曾经研究过, 成时论啊, 所以是从这个高僧传跟序高僧传里面, 去做一个了解, 曾经研究过, 成时论的这个学者有哪些, 我刚刚南地现在是北地啊, 一样是根据这个高僧传跟序高僧传, 那现在介绍梁那个梁的梁朝的时候三大法师, 那么森柔会赐以后是梁的三大法师时代, 上述森柔有弟子这些, 那么多的弟子, 那么大力的宣导本论的教旨, 判本论为大圣论。 好, 这个是大概大家参考一下可以的, 那梁朝周随代以后呢, 成时之学方面享有盛名的是智托, 那智托的系统出自智爵, 以及强法师, 但子二师的学系不明, 所以那智爵的弟子有这些, 那曾经这个慧盛有听过这个智爵的成时讲说, 那智托从强法师受学成时, 又跟随这个智爵研究成时优质, 接着其师开设讲习, 后来驻于长安日盐寺, 那受到这个阳帝之命, 赚这个成时论数, 四十卷等。 那么亦多次呢, 这个讲说诸经论, 所以成时论的讲说多达五十遍了, 所以这个智托, 智托大师, 他就沉浸住这个成时论数, 他现在已经不在了, 那也曾经讲过, 成时论讲了五十遍, 那也不简单, 一遍要讲很久, 他讲了五十遍。 那么深渊谈度以后, 北地的成时研究系统不明, 就是你透过这个旭高生传, 高生传已经不是那么的清晰了, 所以那个轨迹已经不清楚了, 所以系统就不太清楚, 那么谈论有关北地的成时学者, 其中自有, 慧松两人是同时修学笔坛跟成时的学者, 所以你看他, 你看不论这个南北地, 或各个朝代在也求成时的学者, 没有一个是单独只学成时的, 刚刚讲的, 他可能学了成时, 还是学三乐有学涅槃嘛, 那这边这个北地的呢, 他就是同时修学笔坛跟成时, 那像道平跟林勋两位就是这个大小圣兼学, 他曾经跟随这个慧光律师学习, 所以他怎么讲, 此人以后并没有, 并就没有宣扬成时的学者, 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盛行, 根据时代来讲也是, 好我们来看这个学解的不同, 就是在中国的时候, 他们在南北地, 他们在解读这个成时论上面的时候, 也有他不同的地方, 当然不止南北地, 每一个这个学问生, 在处理跟理解上,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 那有关二帝跟这个中道, 这个据传, 当着梁昭明太子, 寻求有关真俗二帝生意的解答时, 他这边举出几个这个学问生, 包含着智障, 生命, 生错, 根据成时, 提出彼此不同的意见, 依这个疾障的二帝, 智障解释二帝如下, 开善解云, 我们现在刚刚读, 前面读的都是这个印度佛教的语词, 印度佛教的这个用词, 翻译的内容, 现在你要进入就是中国佛教的, 的这个陈述方式, 你其实一读就知道, 还是有很大的差异, 开善解云假无字体, 那就因为, 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是非常熟练的, 所以就会更多的陈述, 更多的陈述, 叫做假呢, 假法是无字体的, 对不对, 因为一切的所有的假法, 都是因缘所称法, 那你也可以说, 一切的因缘所称法都是假名法, 所以假法是无字体的, 那也是没有自信的, 生而非有, 它产生但是其实不是实有的存在, 它故俗即真, 它这边把这个假定义成俗, 那有字体的定义为真, 那真, 如果是真的呢, 无体可假, 故真呢, 即是俗, 它的真呢, 它又把它站在什么, 其实是无字体的, 所以呢, 真呢又是俗, 那俗呢又是真, 这个就很道地的这个, 中国佛教的这个论述的方式, 所以, 那因为, 很擅长使用这个, 汉语, 所以它在文字上面就可以做一些, 变化, 就跟很多的运动一样, 有些人开那个, 开飞机也是, 就是开了一些, 就是比较正规的之后, 他就去学花式, 那一样你语言文字使用习惯之后, 就会像这样, 有一些这个, 花式, 我们讲花式, 就是它应用比较自如的情况下, 那俗即真, 离无无有, 尊即俗, 离有无, 无, 离有, 就没有无啦, 所以一样嘛, 它把真跟俗, 有跟无, 当成这个一体的两面, 一体两面就是不二嘛, 故不二而二, 所以真即俗, 它是不二的, 但是你又把它分成真跟俗嘛, 那中道呢, 即是二地, 二而不二, 二地即是中道, 二地是二嘛, 二地是二对不对, 但是二地就是中道, 二地要阐述的理就是中道之理, 所以它又是什么, 二, 二而不二, 二就是二地, 不二就是中道嘛, 好, 所以如以上所影, 开善四智障, 采取这个二地不二的立场, 那根据童书所说的, 声明解释二地, 如下, 庄言于呢, 远甲呢, 远甲无, 可以亦空, 故俗即真, 四望无可以亦有, 故亦即俗, 虽俗即真, 终不可以, 名相为无名相, 虽然俗即是真, 但是你又不可以怎样, 把真的名相当成无名相, 虽然真即是俗, 终不可以, 无名相为名相, 故二地不义, 为相即也, 是相即也, 所以这个他认为这个, 真俗二地, 是不义的, 为什么不义呢, 是因为相即啊, 那这边这个, 他前面的庄言啊, 开膳啊, 都是指他是哪一间寺庙, 通常他前面就是, 因为很多人可能法号一样, 法号一样, 他前面就会加一个这个, 他是哪个道场的, 比方说庄言寺, 声明, 这边就写庄言, 以庄言来代表这是声明讲的, 那开膳子的就是智障, 智障, 所以他这边的庄言, 开膳解云跟庄言解云, 指的是这个, 他是住在这个哪一个道场的, 直接以这个道场的名称来, 因社和这个学问森, 那庄言寺的这个声明呢, 说二帝不义, 就是智障跟这个声明二者呢, 可以说呢, 都是主张二帝一体的, 从他们这个, 刚刚前面上下的这个论述可以讲到, 那就是不二、二、二、不二嘛, 这边二帝不义, 唯乡即也, 所以就是在讲这个二帝一体, 是一样的, 所以智障跟声明的说法是一样的, 但是呢, 也有相反的说法, 比方说主张二帝一体, 是声错, 所以他主要举这三个, 就是前面两个说法一致, 第三位声错大师呢, 他就不一样了, 他说呢, 前二人二帝呢, 一体的说法呢, 还是有所不同的, 虽然讲一样, 但是怎样, 可能陈述的这个切入的角度, 还是不太一样, 比方说呢, 智障呢, 他一升起次第说二帝一体, 那声明呢, 说的是体相一体, 所以他虽然的阐述是中英域嘛, 中英域, 我们如果以英明来讲的话, 他们这个主张这个中所提倡的命题, 都是一样的, 说什么, 二帝一体, 但是, 在因上面解说就不一样, 比方说智障他的因是指, 这个, 一升起四帝, 好, 那么, 声明他的因是指什么, 体相一体, 所以中一样, 但是因不一样, 所以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 那么智障把这个二帝归为中道一帝, 那声明则为民中道, 智障把中道引进来, 那声明他在解释这个真俗二帝, 不二的时候, 他并没有把中道的概念带出, 这个也是两人不同的地方, 所以现在意这个大圣玄论二呢, 引用智障的陈时论述如下, 陈时论述虽然不见, 但是这样, 其他的论有保留了这个部分的片段的这个智障的陈时论述, 他说到说二帝中道, 云何谈物也, 他讲的就是在谈地这个二帝的中道, 如何谈这个物啊, 以诸法其者, 为弃法性也, 所以一切法缘起, 为弃法性, 既为弃故有有, 所以你如果没有弃于法性, 法体本空的话, 那你因为没有弃合, 我们讲这个弃于法性, 如果你没有跟这个法体弃合的话, 就会有有, 那这样的有呢, 是妄有, 那么以其空故, 是俗也, 所以这个, 你只要是什么, 没有弃于法性的话, 不管是什么, 是有, 还是空, 都是俗啊, 那么虚体呢, 即无相, 无相即真也, 真地非有非无, 而无也, 他想要用中道来带, 但是他最后还是要阐明, 那个中道要阐释, 所以那个时候他没有用空, 他还是用无, 非有非无而无也, 以其非妄有故, 所以他这边的无指的是什么, 非妄有, 非妄有, 所以非有非无而无也, 这个无指的是非妄有, 因为非妄有, 所以是无, 俗虽非有非无而有, 所以实相是非有非无啊, 但是你正在世俗地来讲的话, 这个非有非无还是有嘛, 那以其甲有故, 所以呢, 与妇具体即真, 故非有, 所以这个, 这个妇我们讲说, 如果是这个一切, 这个有违法来讲的话啦, 你具体即真, 它跟这个实相相应的话, 体跟实相相应的话, 就是非有, 那具体即俗故非无, 它就是有嘛, 就是看你是即正即俗, 看你的心, 跟真如相应, 还是跟世俗相应啊, 那么则非有非无, 真俗一中道也, 所以这个, 非有非无跟真俗, 就是中道, 空一, 真地无相故, 非有非无, 真地中道也, 俗地呢是因假, 因是假的, 所以即因非, 即果, 故非有, 所以, 这个俗地呢, 在因上是假的, 所以你因为即这样的假的因呢, 所以呢, 果呢是非有的, 非不作果, 故非无, 这样都是在讲这个, 此非有非无是俗地的中道, 俗地的中道, 就是说, 你在语言文字上面, 在逻辑上面, 都可以推论非有非无嘛, 但是因为还是有语言文字, 所以它是属于, 落入世俗地的中道, 中道, 好, 好, 我们先这个, 品尝一下这个, 成熟论的中国话的, 内容哦, 那, 就比较, 感觉好像更繁琐一些哦, 跟你直接阅读这个, 因为俗摩罗斯大师在翻译陈诗论的时候, 是非常的简明的, 因为太简了, 所以呢, 这个智障他认为呢, 俗地呢是有, 真谛是无, 虽然你说有说无, 却不是但有但无, 虽然你, 这个语言文字上有说有, 有有也有无, 但是也不是只有有, 只有无, 说有呢是非有非无的有, 说无呢是非有非无的无, 是这样, 这个非有非无指的就是在体性上面, 体性上面, 因此呢, 说有即不外俗地中道, 因为不管你讲什么都还是落入俗地嘛, 说无呢即不外真地中道, 所以他这边又把它分成俗地真地, 智障把这种解释就变为真俗二地一体中道, 其实在诚实论有类似的说法, 他其实有真地世俗地, 他还有一个什么, 低异地, 所以你按照这样的分法就变成呢, 说有呢是世俗地, 说无呢是真地, 那说非有非无呢就是什么, 低异地的空, 就是中道的意思, 所以智障他应该是有读到这个段落, 他只有一个段落有提到而已, 陈时论其实他大部分都还是以二地, 就是以这个世俗地跟第一地在做陈述, 但是他有一个有几行, 他竟然去提到这个真地俗地, 真地俗地, 他相应于什么, 三星, 怎么相应呢? 俗地就是假明星, 真地就是法星, 好,那第一地就是空星, 所以他因为要相应于这个三星, 他就变成这个必须要多一地出来, 跟他相对应, 那这个地方只提过一次, 后面就没有再提到了, 所以他比较少被学者, 或者是这些学问生提出来, 但是智障他很明显这个地方, 他是有读到, 好,那么生明他不以中道为二地体, 因此不同于智障, 智障他以中道为二地体, 好,所以这个刚才有提到, 他们两位这个学问生的不同, 就是这个智障他没有以, 智障他只有以这个体相一体, 体相一如来解释, 好,那智障他还要引着中道, 那生明他是没有这个中道的概念在里面, 好, 好,那么智障虽大体上以中道为二地体, 所以他的这个体性是中道了, 但实际上则以真谛为二地体, 所以他里面提到说, 开善耳食虽不入山, 亦闻此意, 故用中道为二地体, 既不清纯因止, 故作作义拐毙, 还以真谛为体, 所以在这个智障学派当中, 要不止空的一边, 以解中道正义, 从生世学派来看, 三论学派似乎有偏于空的一边之弦, 因此评断说, 彼坛立而不破, 三论破而不立, 诚实亦破, 亦立亦破, 有这样子的这个说法, 那好, 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位, 这个学问生生错呢, 他呢, 反对二地为一体的立场, 就是这个真地书地到底是不是一体, 他说呢, 二地相依始, 认为二地体义, 既不承认相及为体义, 他不承认他们两个是, 就是真地跟世俗地, 是这个, 相及的关系, 把这个真地跟世俗地当成这个, 不理解为相及, 所以, 他没有讲相及啦, 他就讲不理, 比方说呢, 龙光指的就是生错嘛, 说呢, 这个二地相及义, 此诗是开善大学诗, 他也是开善诗大学诗, 比云呢, 空色不相离, 为什么不相离呢, 因为空呢, 即色,色即空, 如尽名金云, 我此土尝尽, 此名尽土即在会土处, 故言此土尽, 非是尽会混成一土, 他不是说我此尝尽, 不是尽会混为一体啦, 而是什么, 尽土呢, 是尽报, 会土是会报, 尽土尽业感, 会土会业感, 所以是, 不是客体的一个尽土跟会土的存在, 而是你主体, 什么样的业来招感, 你的眼睛望出去, 就是什么样的这个三个大地, 你是尽业感就是尽土, 会业感就是会土, 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娑婆世界, 是释迦摩尼佛的尽土, 那是因为他是尽业感, 那终生看出去, 还是这样齐齐齐齐的, 是非的这个, 生长的环境呢, 是因为什么, 会业感, 所以呢, 既有尽报, 会报, 敬业, 会业, 顾不得已, 所以他认为呢, 就是因为不同的业力所造感的, 所以怎么会是一呢, 但不相离, 为己也, 但是怎样, 又因为不相离, 可以尽土会土又不相离, 所以认为相禁, 那么, 生错的解释显然是主张二帝体一, 好, 这个就是其中的一种这个说法, 说, 有两位, 徐文森认为呢, 二帝体一, 那一位, 徐文森生生错认为二帝体一, 好, 所以可以看作呢, 前二者呢, 是以不二门为主, 后者是以二门, 为主的解释, 好, 我们接下来看有关灭帝, 跟这个灭盘, 被称为陈诗大圣诗的这个, 陈诗学者呢, 是出现于家祥大师, 极藏于天台大师, 至于以前的人, 他们都认为呢, 陈诗是大圣论, 所以这基本上, 在家祥大师以前的, 这些学问生, 都认为陈诗是大圣论, 至少这个森柔会赐以降, 一直到所谓的这个, 梁的三位大师为止, 没有人将陈诗论判定为小圣, 所以三论学者, 称这些陈诗论学者, 为陈诗大圣诗, 依陈诗大圣诗以, 中道即是一灭帝, 所以他们认为陈诗论最重要的, 在那一灭帝说啦, 所以根据这些陈诗大圣诗的这个论述, 他们认为呢, 中道即是一灭帝, 你如果可以证得灭帝的话, 则能解脱生死, 所以讲的灭帝是灭三星嘛, 那你连空星都灭的时候, 就能够解脱生死, 所以这个开善是智障立即于此, 主张生死即涅槃, 这就是你不离生死证涅槃的意思, 因为在生死当中证得灭帝嘛, 那正能灭帝的时候呢, 即是解脱生死, 所以他这边的说法就是, 不离生死证涅槃, 那其次呢, 庄炎寺的生命他不同于智障, 他认为呢, 应该是离开生死证涅槃, 这就是, 有些在论述上面的一个, 调诡的地方, 那当然生死即涅槃, 他有时候就是你跳脱这个, 时空的这个概念的时候, 你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是生死即涅槃, 那你如果还在这个时空的范畴当下的时候, 你就知道说, 这一刹呢, 离生死, 下一个刹呢, 真涅槃, 那对于有这个时间空间观念的众生, 这个生死即涅槃, 比较抽象一点, 那你在时间空间上面的理解上面, 要离生死正涅槃, 一个时间上次第是比较容易理解的, 好, 所以你看到了这个, 陈时论到了中国之后, 竟然又出现另外一种的这个论述, 包含了, 就是, 在大盛宣议论里面提到说, 陈时论是主张本有实有的这个涅槃体一, 就是涅槃分成本有跟实有, 那刚刚那个生死即涅槃跟生死, 离生死正涅槃是有关系的, 因为看法不同, 所以就出现了所有的所谓的本有涅槃跟实有涅槃, 所以你问陈时论如何解释此本有涅槃与实有涅槃, 那主张这个, 一灭地乃人人本具, 这样称为本有涅槃, 然后所以你看, 这个我们刚刚在读前面的时候, 这个中国的这些陈时论师, 他不只读陈时论他还读什么, 涅槃嘛, 所以他就, 把一些概念可以杂柔起来做讨论, 包含把诚实的这个灭地跟这个涅槃的观念, 把它串联起来做, 所以就分成说, 如果这个灭地人人本具的话, 这样就是本有涅槃, 所以每个人都有所谓的本有涅槃, 但是当你还没有证悟他的时候, 他就是本有涅槃, 当你证悟他的时候称为什么, 实有涅槃, 所以很多这个新的名相跟概念在这个中国产生, 是因为他跟其他的这个概念做了个串联, 包含把诚实论里面的灭地跟涅槃, 这两个观念做串联的时候, 就会出现新的这个议题, 包含这个本有跟室友涅槃, 就如称为这个本有与室友, 起义相为, 他就认为这个本有跟室友涅槃呢, 他的义是相为的, 那就插在说, 人人本具的称为本有涅槃, 你证悟他之后才称为室友涅槃, 像中论数记巴默一层介绍说, 诚实论师本有时有, 其义虽义, 但是一体啊, 所以这个本有跟时有两种涅槃呢, 被说为是性禁或方便禁, 那鉴于这个中论数的涅槃品25, 里面有提到呢, 列举这个外道七师小圣二说方等四季, 总共13种有关涅槃的解释, 那关于这个方等就是大圣四季大别为二, 要言之显示其不出有本有时有两种涅槃, 所以在大圣他就只有分成这个本有跟时有, 为四师不同大名二种, 诚实者呢明本时, 本有时有二种涅槃, 实力师呢明这个性禁方便禁, 方便禁呢修因所得, 性禁则古今常有, 基本上这个概念是很雷同啊, 但是这个名称不一样啊, 然方便禁呢, 由是时有一名, 对不对, 因为刚刚讲这个时有, 就是你证悟的时候是时有嘛, 那方便禁就是在修因上面的所得, 就是你证悟的时候, 所以方便禁, 由是时有一名, 性禁则是本有俗称, 对不对, 性禁是古今常有啊, 就是怎样, 本来就有的, 好, 涅帝这样, 人人本聚, 好, 好, 那么中润数记里面呢, 有提到说, 本有时有二涅槃可以说是, 即是这个, 这个有体, 相的这个涅槃, 跟有公用涅槃两种, 所以又从这个本有时有, 又延伸出两种名相, 然后, 一个是什么, 有体相, 一个是什么, 有公用的涅槃, 所以若灵未解, 有体相涅槃, 公用涅槃, 若秀相传的话是本有跟时有, 所以这个本有就是体相涅槃, 时有就是这个公用涅槃, 那么北地论人解呢, 有性激涅槃, 方便激涅槃, 所以基本上就是名相上的差异而已, 他所指涉的内容是一样的, 那当然就包含体相, 即本有, 即什么, 性激涅槃, 公用, 即时有, 即什么, 方便激涅槃, 虽有三解, 终是一意, 我们看到, 虽然是有三种这个名相上的差别, 但是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那么体相呢, 是与本有呢, 即性激, 终归是本有涅槃, 公用时有方便激, 终归是时有涅槃, 好,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的, 就是, 当你, 这些都是这个, 汉地本土的, 这个, 绝问生嘛, 他就可以做一些, 花式的, 的变化, 就很多的这个, 名相就出来, 但是所以, 只剩的内容是一样的, 虽然只剩的内容是一样的, 所以你看这边, 诚实学派就涅槃说, 本有是有, 那么大圣其信论里面说, 本觉始觉, 似乎可以看作与此相通, 好, 啊, 所以, 你读, 诚实论这边, 诚实学派讲的这个, 涅槃的本有是有, 那大圣其信论他有名的一个论述, 也是本觉始觉嘛, 好, 那这个作词就认为, 这两个是相同的, 好, 所以不只学到了这个, 呃, 诚实学派涅槃说的本有是有, 基本上你顺便也学到了所谓, 大圣其信, 以此类推嘛, 大圣其信论的本觉跟始觉, 这意思是一样的,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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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但是其实其他也有讲说就是灭地只是四地之一 然而依据三论学者说四地平等 并且要空去四地 但是前者与后者利益胜进 比方说在《诚实论见一地平》里面有提到说 问曰若不以四地得到当以合法得到 答曰以一地得到所谓为灭 就是以灭地得到 但是如果没有四地的话 如何有灭地呢 所以就是体相上的差别 显示出以灭地及四地平等之理 所以站在这个只有一个灭地 其实在阐述的是四地平等的毅力 近于三论加义 但若以诚实大圣义 则以灭地为轴 以灭地 以这个诚实大圣的 大圣诚实 诚实大圣诗的这个立场 他们就认为是以灭地的主轴 来说明四地平等 他虽然是高举灭地 其实是在阐述什么 四地平等之一 三论加则不如此 这是两者的这个差异 三论是四去平等 四地平等但是要空去四地 所以他们在乘数上还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其实平等讲的就是空 所以在佛法在阐述空的这个过程当中 有很多不同的名项 但是都是在阐述空里 这种以灭地为轴的这个四地平等想法 中论述八卷末 提到说 成论云呢 唯一灭地空平等理 称之为实 所以真正的这个实 如实或这个实相呢 是指这个灭地的空平等理 就是这个实 同样在这个中论数记 七末里面说到这样的灭地 诚实论是云 真地似妄固 似具之所不及 是究竟亦固云真实 这边在阐述 就是诚实大圣事 所说的这个灭地 显示出的是这个 超觉四句的这个究竟体 区分呢 这个灭为有余灭 跟无余灭 一级第一呢 以这个人空观破假明星 第二呢 用我空观呢 破直这个五蕴时有的法星 这两者是有余灭 所以第一个是 人空观是破假明星 那我空观呢 就是这个法空观呢 是破这个法星 法星就是指取 这个五蕴是石有的法星 这些都是有余 那甚至呢 连至于空星的 比空星都空掉 第三灭空星 就是无余灭的时候 正义灭地 所以诚实 诚实有余说 有余呢 灭二星 无余呢 灭空星 顾灭三星 明灭地 好 我们这个 这个 中国的 这个诚实大圣师的 这个论述 我们先看这边 我们先看一个 短片 介绍 稍微缓解一下 没有声音 没关系 我们下次再看 所以很多时候 你如果在学这个 佛教中国话的一些 这个文献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 它很多概念指涉的是 同样一个内容 像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 鬼涅槃 三种涅槃 本有的涅槃 好 但是它指涉内容是一样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五十教 五十教 诚实大圣师似乎 学涅槃经 第五十教 所以这个就是 佛教中国话之后的 另外一个特色 就是它 这个 跨领域 现在流行跨领域 跨领域是好的 就是我们学会 这个概念跟概念之间 彼此的串联 它不会是 仅止于这个 诚实论的 这个立场跟 概念看法 它呢 因为有这个 学这个涅槃经 所以它把这个 诚实论里面呢 它也立了一个五十教 比方说在这个 中论数九里面提到说 成论大圣师 它立这个五十教 那怎么立呢 初教呢 以五音生成佛 第二十呢 以种制为佛 与初教佛同寿八十 那这个招提云呢 第二十是特尊 第三十呢 无量节修行 第四十一九节修行 过去 过成沙 未来被上述 第五十呢 明佛常驻 佛无有色 但有一原志 有种欲用 顾名为佛 若欲度物 则应作色 所以它为了这个 跟众生同事行 来度众生 才会这个化作 有色的这个存在 此处所说 显然是以 大圣涅槃经 为本的这个五十叛教 配以各有五十特色的 这个 佛头观 那涅槃的五十呢 指的是第一十称为 三藏经 三圣别教 有相教 对应这个三圣足迹 所以它这边的 这个第一十 分成这三个 是为了对应三圣足迹 所以开出这三个 那第二十是无相教 它说这个波尔经呢 是所谓的通化三圣的 这个三圣通教 这个是无相教 之立基于这个波尔经 第三是静明经 就是这个维摩杰经 就是亦阳教 第四十是这个 慧三规的法华教 同规教 第五十呢 是涅槃经 是说这个佛国常驻者 这个常驻教 以此呢涅槃经 研究五十说的顺序 成论大圣师 建立了这个五十教 此乃这个森荣会 就是说 意为这个开善寺 智障 光宅寺 法云等所采纳 那这个就是 跨领域的结果 他把这个 成时论跟这个涅槃经 作为一个这个统整 所以在这个中论数据八里面说到 经言成论师者 开善寺智障师 光宅寺 这个法云师 所言五十者 刚刚讲的 初十三藏 第二十大品 波尔经嘛 五相 第三 静明 第四法华 第五涅槃 就把他判成这五十 那么先前已经介绍 成论师有关涅槃与灭地的主张 那成时论呢 对于淫灭地的这个成前的思维 其所说的内容呢 当然被认为与涅槃经有关系 因为他们有学涅槃 所以就认为说 这个 他的这个淫灭地 就成时只有一灭地的立场 来阐述四地平等 是跟这个涅槃经有关系的 所以如此来看呢 可以知道成时与大圣交 有这个密切关系 而且密切到不能离开大圣涅槃 来思考他 这里面就他做了一个历史 什么样的历史 就是说 你从什么样的角度来 阐释跟诠释成时论 他就可以展现不同的面貌 如果你从大圣涅槃经的角度 来阐释开眼 这个诚实论 他就可以变成什么 大圣的教授 所以是看你从什么样的角度去 去解这个解析他 那这个 中国的这些 学问生已经做了一个历史 历史说 诚实是跟大圣教可以有密切关系的 但是他是从大圣的这个涅槃观 去做这样的阐述 那第七章结束之后我们来看第八章 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也陆续爬书了几个礼拜 那么总共是341页 但是这个还是要扣掉一些 他的这个参考文献啊 注释等等的 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03分之1 已经进行了3分之1的这个爬书了 所以速度算快了 3分之1 好 提名呢 就诚实论的提名呢 乃是一只本论作者不偏于任何一派 制作了这个淘汰五部的成就真实之论 那么从本书的内容来看呢 可以知道他采用了大圣论书之说 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有讲说他引了很多这个大圣论书 虽然没有大圣经典 他主要都是引这个阿含经嘛 好 那但是他的论呢 他引用的论却很多的大圣论书 光他的灭地句的架构 整整句 整篇 整章 灭地句 都是引用百论的架构 所以他采用了这个大圣论书之说 那么显然呢 作者呢也精通数论等外道思想 你看他在这个演绎这个四大跟色相未处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你就会有人误会说他这个是数论就是外道思想 但是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我们从别的角度去诠释他 我们从认识论的角度去诠释他的时候 他就不是数论 那你可以讲他为什么要这样讲 就是说也许他在开演这一篇的这个对象 是学习数论的 他就很容易理解 很容易理解 这个佛教思想 但是他是从认识论的角度去 怎样去阐扬他 那么一般呢也都认为 这个作者呢并未固执于 这个层次教地的不派立场 这作者讲的 作者说的 他层次教地不派立场 佛陀就已经在今天里面讲的就是 都是在惨阳这个佛意 深造呢 作这个造论 有慧达所作的这个造论序里面提到说 试验闲云 照之所作 故事诚实真谛 地论通宗 庄老所知 梦浪之说 那这个是 会答 会答的这个 他的照论序里面提到的 他批评这样的四属传说 是在其屋深造了 那引文中这个诚实指的不外 就是诚实论 那他处呢 亦有将诚实看作诚实的 那例如在石坦英所带回的这个西域出土的经典里面 他有这个诚实论这个六 第六 神通品 第197 197品里面 他的诚实论就是这个诚实 好 所以这相当于现存的诚实论六通制品第197品 可见呢 其中出现的这个诚实论 即是诚实论 那会答他这个批评说 世俗将深造所言 看作是像诚实论一样 漫无边际这种想法是错的 他认为深造是一位相当杰出的人物 虽然本书未触及有关造论与诚实的关系 但这确实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他在 为这个造论做序的时候 还要提到诚实论 而且还批评了一下 说这个造论就 诚实论是这个漫无边际 造论是这个深造大师作 怎么可能像诚实论一样这样漫无边际 他是在这个 这个 造论序的时候提到的 当然他提到诚实论是站在这个比较负面的立场提到的 但是他为什么要提到诚实论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作者是这样觉得 就是躺 躺着重枪 诚实论躺着重枪 就是他明明才提到造论作序 所以拼命要提到诚实论 那刚刚也讲到说谭影 他特地为了这个诚实论 他把它变成五句 是谭影他编的 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就先讲到第八章 我们今天就先导读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